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能够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女蓝的最新情况 在之前中国女蓝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比赛 但是呢我们将会在9月迎来比较重要的比赛,女蓝世界杯 虽然说中国女蓝我们在之前完成了换帅 但是呢通过目前来看,作为主帅郑威来说表现是非常出色 也是在之前十位赛中呢多次击败世界的强队 中国女蓝在之前世界杯的实力排行榜上仅次于美国队排名第二 足可以看出呢支持中国女蓝是非常具竞争力的 对女蓝姑娘们来说,我们在参加本次世界杯的目标呢 只有一个就是获得冠军 但是呢通过整体实力来看,可能进入决赛啊就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随着比赛临近,作为中国女蓝来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备战 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将会迎来对韩国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CTC5呢将会进行直播中国女蓝VS韩武 可以说也是非常重要吧 虽然说韩国女蓝实力不强 但是呢作为中国女蓝来说,我们是期待能够取得开门红 目前效率于WMA的两大核心 李悦卢和韩旭将会火速的吃鸳 他们也将会首发出场 作为球迷来说也是非常高兴 我们是期待中国队能够在第一场比赛中击败韩国队 这场比赛将会在9月22号下午的3点开始 中国女蓝VS韩国队 喜欢观看的球迷啊不要错误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蓝加油 为郑威加油 争取能够在本次的女蓝LV的比赛中啊 获得冠军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 下期 感谢观看